然後再向這個方向再穩 嗯 我明白的了 那我留意一下這個方向 麻煩你了 你是一個明燈 那我下次跑的時候眼周圍滾一下 看看有沒有帥哥經過 我下次見 攜位已久 號外版 2022年4月5月 厲害了 所以經常都說April May 但為何要經常強調這個厲害呢 因為本身星雲是用農力去說的 好 無論如何 來到這個塔子亂南星座運勢 就是April May的 好像是7 Part 7 out of 11 那... 在這裏提全人類 不論男女老友 不論你是什麼 不論你是何星座 首先一定要聽Part 1 因為Part 1是適用於全世界 不論你在香港如否 但是好了 來到現在這個Part 7 那就是給五類人去聽 哪五類呢? 第一類 第一類 如果角下的上升星座 是在雙子座的10度 聽清楚是10度 或者打喉 那就是10度去到29度 第二類 如果角下的命盤裡面 就是Birth chart 有大量的星 是拱聚在巨蟹座的10度 或者左右 第三 如果角下是太陽巨蟹座 就是我們一般說Birth date 那個星座是巨蟹座 登登登登登登登 第四類 如果角下找過我做Personalized 的算命服務 我跟你說過 哎呀你記住 都要看巨蟹座 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太陽上升之外 登登登登 第五類 如果你的上升星座 就是巨蟹座 好啦 那至於什麼叫做上升星座呢 怎樣去找上升星座呢 怎樣去找回自己的Birth chart 甚至你可能連自己的太陽星座 都不知道怎麼找 怎麼辦呢 不要緊要 我以前是出過片教的 而那一條片的link 我是會放在這條片的video description裡面 或者看回螢光幕的Q卡 都會有指示的 哎呀呀 總之可能Q卡都不放 總之你們看video description OK 好 那我立即叫你們做巨蟹朋友 啦 巨蟹朋友們 嗯 如果你一直有一些身份 而這些身份呢 就是一些充滿權威性的身份 人家會特地走來聽取你意見的身份 很多東西都要是 等你去發落的這些身份呢 好啦 即是例如什麼呢 例如老師啦 OK 那學生會聽你的教學 聽你的知識嘛 是不是 又或者是一些 立法方面的professional 那些法律 那有些客人要走來 走來問你法律意見 或者顧問 consultants這些東西 或者是家長都可以的 因為小朋友要聽你的嘛 或者一些家族中的長輩 好啦 通通這些 呃 權威分子啦 OK 麻煩來到April和May呢 嗯 嗯 不要再那麼大支東西啦 不要再那麼高高在上啦 否則呢 你就會跌到摊摊腰的 有些東西你講得太實呢 如果你之後醜了呢 那之後那些人就會笑你了 OK 然後 繼而呢 不單止你自己沒有面啦 你也是會失去了別人的信任的 因為 正所為呀 你攀得越高 你跌得越痛 是不是呢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麻煩 麻煩不要經常都這麼strict 不要經常都這麼serious 始終在人與人之間相處呢 那有時大家都保持一個 就是一些 小小的圓滑啦 OK 那有時圓滑都很重要的 不是叫 不是叫你 去屈袖自己 不是叫你去 去做小人 去講大話 但是不如這樣說吧 韜光養晦啦 有時就算有些真的話 都未必要說出來的 OK 好了 但是你說 哎呀 其實我未做這些 即我未成為這些權威分子的 特別在一些工作上 我不論你在家庭裏面的角色 但是呢 特別如果你說 哎呀我在工作上 其實我就是一直想攀上這些 權力的位置啦 我一直就是想得到別人的讚賞 OK 特別特別 如果 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些 自僱的人士啦 一些entrepreneur 那就不是說 大屬是任何的公司 所以 你一向的那個工種 例如你就是要靠自己 你就是要去成名的 你就是要有一個認受性 那你的事業工作少會成功的 咦 反而這裏呢 我就恭喜你 聽得出 我所說的兩個訊息的分別 如果你一向是高高在上 接下來就容易達得痛 但是如果 你很想攀到去高位 那就恭喜你了 因為呢 即是 接下來這些的月份 那你都是可以 得到一些名氣 得到一些尊重的 還有呢 很有趣 你問一下自己 過往你會不會 經常是 真的賺到錢 對了 有利 但是我們知道 人的欲望是無窮的 有利之後 亦都想有名 你有時呢 你就會覺得 哎呀 其實為什麼 要悶聲發大財呢 我想是大聲發大財 哈哈 恭喜你 真是 在April May 就開始有機會 給你大聲發大財的了 起碼我會說的一件事就是 最起碼 你現在是mentally prepared 你是想去 要成名 那有時呢 就是 起碼你心理上 你已經有一個 這樣的目標 不是因為 你今天聽完我的聲音 是 somehow 總之基於聲象的影響 在四五月 你忽然之間 是有一個 很強的 成名的欲望 然後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會令你自己 是很聰明的 懂得去找老數的了 但是我亦都不妨去教一下 你可以怎樣找 在April中的時候 如果你好好運的話 你是可以上 甚至是電視受訪的 或者一些很厲害的媒體去受訪 又或者呢 你可以得益於一些名人效應的 就是例如我當你買的product 你自己有生意去買product 就算不是你自己 上電視上電台上網台 什麼都好去推銷 但是 somehow會有一些 有影響力的人物呢 去幫你去推銷的 那可能他們自動成英 但是又或者這樣說 我當你又未說會認識到一些這樣的命人 但是如果你趁 尤其是April中 開始打號的日子 左右或者打號 但是這個能量就會慢慢消減 但是如果你趁這個階段 我當你就去找一些代言人 那出來的效果是會非常非常之好的 還有 那你這個基本上叫做事業的好運 其實呢 由西曆的5月25號 一直到7月25號 即是這足足兩個月裡面 會很漂亮很漂亮的 所以特別如果你是entrepreneur 你是很想去名成利就的話 我相信其實利就你已經有了 你真的想去成名的話 就麻煩一定要爭取 尤其25號去到July25號 去將自己表現得一覽無遺 讓全世界看到你的存在 亦都在這裡給一些小提示 這個小提示 就不單是說是entrepreneur 是給所有這五類的 統稱叫做巨蟹的朋友 那究竟是哪些提示呢 第一 現在開始 執領自己 執領自己 執領自己哪裏呢 是你的頭部 但是頭部都很多東西去執領 特別麻煩你聽著 是頭部的最高點 和最低點的位置 好了 那最高點是什麼呢 即是你的頭髮 現在開始去搞靚你的頭髮 然後最低點是哪裏呢 那給男性的話是你的頭髮 你現在開始去 總之你去搞搞你的頭髮 那接下來可以成為一個賣點 那些人會因為你的頭髮去喜歡你的 那但是如果女性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有頭髮的話 那我不是歧視你 但是你知道這個社會是不會接受有髮的女性 那你當然是快點去搞走那些髮 但是如果 幸好你沒有髮的話 那你的下髮呢 那我不知道 你找些東西去搞靚自己的下髮 就是我當你去化妝 那化到有林青霞的下髮那麼漂亮的話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成為你一個招來的 即是吸引的地方 好 還有 在April 尾的時候呢 那就多得這個金牛座的日食兼新月 提提五類的巨蟹朋友 麻煩一定要去做多些Networking 要去認識多些人 你有任何去擴展你人物的機會 你一定要吐反應 因為你可以認識到很多新的面孔 特別是一些有錢人 我不是教你要去巴結什麼權貴 即是趨炎附勢 但是這些有錢人 總之可以幫你的事業 推動你去更高一層樓 那接下來就祝大家 好運了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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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